哇 陳主廚 你這個三明治 但你擺出來的時候才要覺得 非常豐盛的 那是晚上五點起來是不是 因為其實一般人一餐 沒辦法吃那麼多蔬菜 其實可以做 在家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醬 醬 這個番茄醬 可以擺到 其實要用就可以再拿出來 對 今天我們會配一個三明治 好 然後我們先把我們的蒜頭加入 然後還要加蒜頭 然後這個醬子很快 我們顛覆一般的 然後我們把九層塔放進去 九層塔 所以不用用鍋子 用這一種就可以了 對 不用炒菜是不是 可以進入洋蔥 九層塔 蒜蓉 蒜蓉就可以了 蒜蓉 它這個動作要快 為什麼 因為可是我們用的是 健康的乾 對 它因為它的碎點 大概到100度以上 它會慢慢變激 所以你那個在炒的時候處理 對 然後我們的 看起來還有健康 太香了 好香 對啊 好香 它你感冒也聞得到 這個醬 我們就會拿來做三明治一個抹醬 就這些樣子 感覺就是 一定要來個鐵板麵耶 真的喔 你要去牛排 牛排 不是 是多力多汁 現在在幫大家用健康的 對 沒錯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賦予它一點香料 我們就加點義大利的綜合香料 好像莎莎醬喔 對 用途非常的多 對不對 這個可以沾義大利的香料 煮到義大利麵 這個大概我們等一下炒軟就OK了 然後像這個早餐我們配三明治 中午我們就可以炒個義大利麵 對 然後晚上 我希望再加個鐵板麵 晚上再來一片牛排 晚上其實它可以當個番茄湯 還可以變湯喔 你們要這樣吃 每天都這樣 你們遲早動漫會硬化 他們是已經硬一半了 吃半了 加一點胡椒 對 加一點胡椒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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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滾了其實差不多 然後淋一點我們的義大利醋 哇 這真是必要的嗎 對 可以等一下試試看看 這些香味 我們個人加的差別是 它醋味帶出它番茄的一些 融合它的酸味 對 像這樣就OK了 OK了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好香喔 有沒有看到 好香喔 然後最後就一點點的鹽 海鹽 這是什麼海鹽嗎 這就一般的玫瑰鹽 然後我是用攪拌器 然後這個 我剛剛說是按摩 按摩器 我按摩魚肩頂的按摩器 好 好 這樣就好了 OK 它本身會帶點 看一下 按摩之後 按摩之後 對 而且真的沒有橫單那個 對啊 那個玉米片 對 好 然後我們準備就是 剛剛介紹過的全麥 全麥好吃 我對吐司實在沒有抵抗力 然後我今天就是很簡單就是 這是膜 可是你不是烤鍋嗎 今天還是烤 這是內餡 內餡 先敷內餡再烤 所以你做的跟那個 鴨的吐司一樣嗎 鴨的吐司 那是Bennini 對 今天不一樣 然後這是我們的 這是什麼 茄子 茄子 因為這是我自己很喜歡吃 早餐做的 茄子 這個茄子簡單就是 煮熟以後 烤過就好 烤過 然後用一點我們的橄欖油 然後一點茄香籽 就OK了 然後把它弄成 然後壓爛爛的 然後皮拿掉 可是你那皮怎麼不見了 皮拿掉 對 因為那個皮的 我覺得它的口感不好 可是皮很健康耶 這樣營養師會生氣喔 他把皮的營養師吃 那你留著 他要把皮肉生 直接就是茄子放進一個香烤 這樣 就是烤到軟這樣 對 起司 五怪一分了 好好吃 所以就是 我們就不用火口 還有這個喔 這個是比較健康點 這是用法式低溫烹調的一個豬肉片 豬肉片 對 現成的買得到嗎 現成買得到 好 搞定 這樣子一個小配薄 其實媽媽有時候吃餐廳 會覺得為什麼我們的蒜餅汁那麼香 我們可以在麵包煎之前 我們可以 抹一點蒜頭 因為呢 很厲害的一招是 如果你的麵包要吃起來有大蒜口味 是 你不要去買大蒜醬 新鮮的蒜頭 你拿來剖面去抹在麵包上面 對 它就有大蒜味了 最新鮮的 油的那一面 好心機喔 很厲害的這一招 好厲害喔 這樣那個廚師是要逼我們愛上妳嗎 唉唷 唉唷 在示愛囉 好看 可是妳看這種不被女的衣服 不被女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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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給我做爹現身 你們對於主動示愛的女生 你們欣賞嗎 真的很欣賞 欣賞 她說我這個年齡不是問題嗎 年齡不是問題嗎 年齡還好不要差距大 二四三腰還可以嗎 你腰很細 你三十二 剛好耶 好厲害喔 好多巧合喔 吃它的料理就變三十二腰 然後其實我們讓它簡單 要有一個烙紋的感覺 好厲害喔 其實還要買這種有條紋的鍋耶 對啊 又或者是你跟它當朋友 又會這樣 對 我這麼太有機會了 然後就可以放個麵 天啊 而且起司還會融化 對 天啊 現在你的戲都融化了 對 不是 你氣死一定要融化 這要是因為我老公公司 我就叫他去做那個通話 接線電話 來成了 大家自己來拿 OK 來… 這每一塊都有 它很平均分配 OK嗎 好吃嗎 怎麼樣 味道還可以嗎 好吃 那個主食好吃 對 好吃到目標的 你這個醬料 大概可以放多久來使用 像這個一個禮拜沒有問題 禮拜 或你一次做多一點 你就是放冷凍分裝 拿一條款 對 不錯… 那營養師 最後幫我們來總結一下 為了增加我們上班族工作的表現 我們這個早餐的一些衣食 那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剛才就是說 減重一定要有纖維 這樣子的早餐一定就是會瘦 所以我們就是 那纖維的來源 我們可以用全麥 或是饅頭 或者是紫米粥 這一類都是很好的澱粉的選擇 那搭配了就是 會讓你比較有飽足感的 就是蛋白質 那蛋白質的來源 像是牛奶 蛋啊 或者是優格 這都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或是像我們剛才吃的那個肉片 也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那另外像剛才這個師傅 就做的纖維質來源 就非常好 有洋蔥啊 對啊 好多 番茄 番茄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在家裡 沒有這樣子煮 那至少好歹把切片夾在裡頭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均衡的飲食 有顴骨跟筋類 有蛋白質 然後有高的膳食纖維 這樣子會讓你一個精神飽滿的 一個早餐的開始 是 就盡量避免單一營養元素 那最棒 好 那當然呢 我們請你跟我這樣過呢 隔了大約要兩年 對於親子教育這個方向 我們會再度出新書了 耶 謝謝 給我們掌聲鼓勵吧 如何讓大家可以安心養 聰明教父母沒有煩惱 都在裡面的書裡 是 那麼要如何避免成為你所謂的怪獸父母 還是直升機父母呢 趕快到我們節目的活動網頁 完成心理測驗 而且寫下你為孩子所許下的2014年的幸福願望 只有機會可以獲得我們這本書囉 請大家把握機會 歡迎大家來參加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小朋友如果不乖 我老婆就說好 那我就把所有的飯材都收走 我本來會告訴我 這一餐吃飽比較重要 她也把我的飯材收走 她不想吃就不要吃 沒有餓過 下次爸爸叫你吃飯的時候 你趕快吃 你以後就記得 你老的時候吃飯要吃快一點 明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做